对我说爱都爱我 需要你再说爱我 要不就换我来说 I love you 还是还是还是 我对你说 不管阵阵耳边 甚至奇人有天 勇气能无辩解 只要见你笑脸 不管缘在天边 甚至常常失恋 觉醒了不底线 心有你已知觉 黑多白 白多黑 我不会退却 泪多苦 苦多黑 无所谓 你可不可以先请你的未婚夫 不要一直填我的手 谁呀 停 不停 立正小姐 我们完全明白 你跟他彼此的真心 也了解你们 海之山盟至始不已的决心 可是狗毕竟不是人嘛 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做 怎么没有办法做 等 来 这一样 来 看到没有 难道这样就够了吗 我觉得 这就够了 我也是女人 我怎么不这样觉得 小 我怎么看不出来 少惹我 不想你好看 我只是事事不要打我的困惑啊 什么意思 你快看 你在干嘛 小杨 好乖哦 嗯 我不懂啊 只有女人才可以 最快跟宠物碗在一起 哎 我的小杨才不是宠物呢 呃 哈哈 对 他只是 比较特殊的新郎 那毕竟还是个新郎啊 乖哦 乖 小杨 嗯 你们有全表示惊讶 不过惊讶完了 干活 人和狗啊 这 嗯 狗都结婚了 我还没结婚呢 恋爱SOS 专结婚恋难题 不是难题 我不接你 汪阿彤 这次你当时宜 林晓天 你当 对不起 我对狗严重过敏 这个委托你们自己搞定 我对狗狗是没什么兴趣的啊 不过工作为工作 OK 莫莫 你当办了 哦 啊 你们家狗狗喜欢红色啊 不是 是他要当新郎了 哦 你们对狗狗真好 他给他置办终身大事 哎 那新娘都漂亮吗 我想狗的品味应该跟人不一样吧 但终究还是回到人身上了 对对对 狗的眼光是跟人都不一样 人哪 总是喜欢把狗狗呢 毛纳弄的直直的顺顺的 可是狗狗呢 却喜欢那种弯弯的呀 卷卷的那种 怎么这么看 新娘的还是很漂亮的 哎 那不是小天吗 那在那边干嘛 哎 你们刚才说再晚出两分钟 我就全都搞定了 我们要是再晚出来五分钟 你孩子都生出来了 别那么刻薄嘛 每个人对世界都有自己的认识 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非常美好的 当然不包括小猫小狗和小孩 没责任这些家伙 喂宝贝 嗯 哎 小楠的阿飘男朋友准点宝石了啊 什么叫阿飘男朋友 那 你见过他男朋友来过咱们办公室吗 没有 那你见过小楠急着出去约会吗 没有 那你到底见过没有 他男朋友给他送礼物啊 也没有 你看啊 一个从来就没有现我身的男朋友 从来不约会见面 只靠打电话准点报时局还问暖 这不叫阿飘什么叫阿飘啊 飘你的头啦 不要打我啊 我再开车 他是在飘发我工作好不好 懂不懂啊 喂 没有啦 你吃饱了吗 我还没啊 都知道我饿了 嗯 等一下就去吃了啦 你去帮某某 好 你的温风风好像很喜欢大头 对啊 晓杨喜欢男人 喜欢男人 嗯 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和晓杨的爱是付出而不是战友 所以我不介意 嗯 可这狗 这狗是母的呀 母狗 嗯 是啊 母狗 当然了 这跟结婚比起来简直不是个伤 好啦 娘 都事情都弄差不多了 看家庭有没有用的吧 好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现在 我要举行一个告别单身派对 邀请的对象就是 命爱 S O S 来来来来 咱们今朝有什么今朝醉啊 好多 我爱你那么多 所以那么多 很容易 啊 好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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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人家明天结婚 都配备人家啊 这东西回事 就算客户是狗 我们要负责到底啊 对啊 他走了谁买单啊 P.D 电话 电话 你在哪里 妻娘 我们家里是人 做的地方 你竟然搞了一条 赶来 弄得家里面全都是猫 你还回在外面很久 我难过 我难过 我再也不管你了 我再也不管你了 分手 分手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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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出人话 你笨不笨啊 就不能是个叫小的男人 打过来的 你又想来 你接 你接了 接了 别这样 你可不妄娘 闹起新人搞那么大你 还不嫌丢来 现在又想再来一次是不是 你好好地闹吧 我就不相信 我能够了你个疯活子 找到了 找到了 看来他们两个早就是新闻常客了 所以跟狗结婚这件事对他们来说 还真是普通级的创业 这个猛 男子小杨表示对爱情失望 声称愿自宫入佛门 关键是 这次莉莉为什么要跟狗结婚呢 很简单嘛 小杨不让莉莉养狗 莉莉偏要养狗 跟狗结婚 就是为了要弃小杨 不错呀眼镜 你分析女人心理还挺到位的嘛 因为呀 在国外有有过类似的案件 其实呢 就是情感上缺少安全感 你别天天就厉厉厉厉的啊 这是什么呀 你还给我 又想不到你想法够多的吗 你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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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给我收藏 收藏 可是明天就是我们跟莉莉 约定的时间了 那现在这婚礼 到底办不办啊 谁说办啊 不过从现在开始 让人家本姑娘的剧本走 找错了吧 我给你们说过一百遍我不买保险的 不 我们不是买保险的 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先生您好 我们是受莉莉女士的委托 前来邀请您签署一份财产公众协议的 什么 什么协议 是这样的 莉莉女士的婚礼呢 将在两个小时之后 开始 什么 这个臭伯娘 这么快就招了别的男人 先生 你先不要激动 在你们共同居住期间呢 你们曾一同置办过一些财产 那呢 需要您签个字 做个公证 等婚礼结束之后呢 比如说明天 您就可以拿我属于您自己的东西了 您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了 像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 我不要也罢 嫁出去的女人 喷出去的水 我欠 等一等 这个新郎叫什么名字 我以后就照着这个酷酷本上大 我见他一次 我打他一招 我见他四招 就他四遍 叫什么 叫小杨 叫什么 小杨 你再说一遍 杨 什么 他抢了我的女人 他还抢了我的名字 你不要以为你戴了副眼镜很像知识分子 你背手了没 这是我们宝导眼镜第一号的镜片 久看不累 再背了呀 再背了呀 你们没有去找他吧 没有啊 哦 那 你们有去找 报社吗 哦 我们讨论过了 为了维护顾客的隐私 我们放弃了这位网站宣传的机会 那 电视台和网站呢 都没有 你另外两个搭档呢 哦 他们去找多一些人来 参加你的婚礼 哦 不过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是什么 都觉得怎样 是不是都觉得我疯了 爱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爱需要分对象吗 这世界上 天天有那么多人说什么爱猫啊 天天追刘德华 还什么爱什么火影忍者 那我们有什么区别吗 是他们神经病 还是我神经病 你说啊 等一下 好了 很漂亮吧 王老总 亲友呢 用餐啊 你先把他到隔壁 点点开车再带大家进来 好 哎 我怎么觉得现在都是你在指挥啊 少啰嗦 快去 在五分钟电影就要开始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感言 妈 再等等吧 等谁 算了 我也没有要等人 嗯 人呢 你们不是去找嘉宾了吗 那个 好像所有的人 关于人和狗的婚礼 都不太感兴趣 一二三 婚礼开始 嗯 在这个幸福的时刻里 我们的新娘子面带有微笑 朝着我们缓步走来 同时也预示着他们之后美好幸福生活的开始 嗯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婚礼 新娘子将在这里和我们可爱的新郎共同牵起手 和爪子 让我们以忠心的祝福为他们欢呼 我不要结婚了 我不要结婚了 瑶瑶 瑶瑶你快来救我 从今天起 你将正式成为一名妻子 你将和你的战官 我不要结婚 我不要 你快 我不要结婚了 我不要结婚了 瑶瑶 让我们以最热力的掌声欢迎新郎出场 好 你看 你怎么这么一样 你这个太狠これは 你去嫁跟我 如果你要嫁给我 好 不要在外边 你去嫁 你去嫁 你去 你们要是真的了解我 不知道其实我连牵手都不是 你们应该明白 他身边从来不学情人 我现在好紧张好紧张 这次一定有这个 第一次找到主席界最权威智懂策划的恋爱团队 恋爱的所有 我们的所有个就是 是用专业的心做专业的心 我需要你再说爱我 要不就换我来说 我爱你 还是还是还是 我带你说 不管转转而变 真知其人有情 来 板再来一下 已经开始了 来 倒回去 倒回去 来 要见你笑脸 不管缘在天边 现在常常失恋 确信了不极限 这就是很美啊 黑多白 白多黑 我不会退坠 泪多苦 苦多累 无所谓 背多失了失败 我从回心里 对不起 你听说我来 爱过你 对我说 爱我 爱我 恼不得 这 爱我 要不就 过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 从各个方面 都不是一个理由兴奋的人 他跟你说 他跟你说 哪里 比起那些业余的专业 比起那些业余的 强 不知道 强百倍十倍 我对你说 对不起 这样才会摆脱出 逗论的悲哀 不 干嘛 藏猴嘛 都会吃